妾想做一回宣声案 儿妃宣皇后请陛下成全 将妾幽进长秋宫房 沈万岸 你这是做什么 太子懦弱无能 不堪为储君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妾这个母亲教导无方 恳请陛下废除太子也一并废了妾吧 沈万岸 你非要逼朕吗 妾这一辈子都是被人推着走的 许多事明知不妥 可依旧随波逐流 当初明知陛下已娶齐 可舅父要妾嫁 妾还是嫁了 后来陛下要立妾为后 却明知到后卫上布满了荆棘 可妾还是受封了 沈岸 朕是不会答应的 妾是个无能的母亲 没能将孩儿们教导好 陛下若要废除 必要安伤罪名 与其让太子担这个罪名 就让妾这个阿母最后为太子做些事吧 只要妾被废除 太子自然不必被臣子们挑错 就可安然将为皇子 恳请陛下臣全切吧 可比起太子 深谙这个皇后更无措处 怎能废除啊 就说且姓怀怨对 有吕获之风吧 胡说八道 朕就从来没有见过 如你这般宽宏之人哪 却没有胡说 这几十年来 每每看到陛下与月痕在一起 嘻笑打闹 就犹如宠意根实心口 却无时无刻不再嫉妒 怨恨 却受够了 却受够了 每在后卫一日 便是被折磨一日 且飞草木 也想有个两情相悦的夫君疼爱 看着陛下与月痕 夫妻和睦 却却只能断装大度 可这之外 朕对你 若陛下对切 还有半点夫妻之情 就不要将切绑在后卫上 折磨 切 想做一回宣声案 儿妃宣皇后 亲陛下成全 将切又进长丘宫房